台北市知名的兄弟饭店金船火警 今天中午用餐时间还没有结束 二楼的粤菜馆厨房突然间冒出了浓烟 消防地抵达 紧急疏散所有的房客还有员工 总共是有185人 还好没有人受伤 而火势大约半小时之内扑灭 初步调查 一次是厨房的排油烟馆 积了太多的油垢 遇到高温不胜引燃 黑烟不断从排风口冒出来 现场飘出浓浓塑胶味 就连对面的摊贩都闻得到 就怕饭店里头万一有人受困 警销立刻出动云梯车救援 安全起见消防冲进现场 逐层搜索 将房客及员工先紧急疏散 烧焦味塑焦吧 就看到他们消防车一直来一直来而已 很多人跑转应该是在后面 台北市南京东路上的老字号兄弟饭店 下午一点半左右传出火警 二楼粤菜馆厨房的排烟馆 疑似油垢积太多 烹调时遇到高温不胜引燃 好在没有向上延烧 让里头的房客和员工 总共185人饱受惊吓 幸好全部都安全疏散 是油锅上方的排油烟馆有燃烧 火是在1点57分的时候扑灭 起火的位置就是局限在 那个厨房的油锅上方 排油烟馆的部分 没有波及到其他的地方 餐厅标榜主打最经典 首推车港式饮茶 借此招揽客人 但没想到疑似疏忽安全消防问题而酿灾 至于详细发生原因 以及相关财损 还需要火掉小组进一步查清楚 谢谢双方的周中林台北双方的报道